为了让年轻世代更了解在地文化 谭亚神社区大学就邀请了东宝国小的年轻学子 共同创作了林奇忠将军的故事绘本 小朋友以穿梭时空旅行的形式来诉说将军的一生 这绘本都是由学生们一起创作的 发表会这一天呢 他们还特别演绎了绘本的内容 让创作更多元呈现 学生精彩流利地诉说林奇忠将军的故事 为了让年轻世代了解居住环境的在地历史 谭亚神社区大学特别邀请东宝国小的学生创作绘本 了解斋星山庄的主人林奇忠将军的故事 透过走读导览 亲自把小朋友带到斋星山庄来 让他们去认识这个期末的第一豪宅 让小朋友能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 再透过惠本老师的引导 引导小朋友去发想 用什么样的方式 用小朋友的视角 什么方式去讲故事 对于他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运用的技法来说 就是可能我们是用淡彩 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去 因为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觉得 可能很容易失败 或是可能会觉得挫折 反而他们就是透过时间 然后让你的颜色去积累 然后形成作品 东宝国小校长表示 为了培养学生多元发展 学生除了共同制作绘本之外 还特别让学生尝试演绎故事内容 挑战当个说书人 对于故事有着更加深刻的印象 看到他们实际的参访 听明依老师解说过之后 回到教室现场 再亲自一笔一画地勾勒出 整个林其中将军的生平故事 我觉得他们投入其中 对他一辈子是影响非常大的 就是有先来这边参观 然后在家里备稿 然后家人会帮我 就是一起编动作 就之前呢 如果水分太多 都是直接用卫生纸洗干 所以都会脏脏的 现在学到可以用水彩笔 就比较不会那么脏了 更了解自己家乡的古迹那些的 绘本以穿梭时空旅行的形式 来诉说将军的医生 以创新的方式传承在地文化 而绘本之后也会放在摘兴山庄 让大家在游览古迹的同时 也能更深入了解背后的历史故事 记者彭雨菲台中采访报道